就在中共繼續隱瞞疫情 各地新增病例反常識的零增長之際 香港政府卻在週一突然宣布封關 自週三起的14天內 禁止包括大陸、澳門和臺灣在內的 所有非港人乘坐飛機入境 香港機場全面停飛 香港近日感染病例顯著增加 週一新增39個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357例 在經歷週末的疫情高峰後 週一 義大利新增感染和死亡病例略有降低 當天新增4789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63927例 新增死亡病例601例 累計6077例 在疫情嚴重的倫巴蒂大區 由於大量病患在短時間內死亡 令殯葬行業不堪重負 大量死者的棺木堆積如山 排隊等候入土安葬 相同的遭遇也在西班牙上演 首都馬德里的市殯儀館已經宣布 因設備不足 資源殆盡 從週二開始 將不再接收屍體 當地僅剩私人殯儀館繼續運作 西班牙週一新增4,321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33,089例 死亡2,206例 當局已決定將全國封鎖期限 再延長15天 至4月1日 德國週一新增確診病例4,183例 全國累計29,056例 由於社會疏離措施開始見效 德國的新增病例曲線已有平緩跡象 被迫在週日進行自我隔離的德國總理默克爾 週一傳出第一次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 英國首相約翰遜週一宣布 全國進入封閉狀態 嚴格限制民眾的非必要出行 禁止兩人以上的聚會 關閉所有出售非生活必需品的商店 和公共場所等 截至週一 英國的累計確診病例達6650例 單日新增967例 死亡335例 美國政府制定的15天延緩疫情措施 也已實施過半 對所有代查人口的病毒測試 也計畫在本週全部完成 截至週一下午5點 美國新增確診病例9205例 全國累計42751例 其中紐約州佔將近一半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 我們不能讓解藥成為比病毒更大的問題 15天期滿後 我們要決定向哪個方向走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